正在坐电动轮椅的阿张 是一名患有脑性麻痹的患者 平常有参与接麦工作 不过在他投入社会之前 因为自身的多重障碍 导致工作选择非常有限 我投入差不多有14分比例左右 他们要的就是 打字速度就是要30个字 但是我都没有过关 而同样具有脑麻症状的镜子 也曾经面临难以找工作的困扰 为了帮助患者 脑性麻痹协会致力于帮助脑麻朋友 去创造自身的就业能力 从而适应社会投入工作 所以我们会用非常科学的方法 去做于他们的前面的评估 然后针对他们评估之后 找出他们的现象 跟他们实际上的优势 从他的优势去启发他 而改善脑麻就业率 除了克服自身困难外 家庭因素更是关键 家里的主要照顾者 或是吃药照顾者 都要在背后支持他 不要说 你都在家我养就好了 即使患有脑性麻痹 但大多数的患者 仍有沟通以及行动能力 再次呼吁外界能够放下异样的眼光 给予他们更多的工作机会 记者李林峰 陈安旭采访报道